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规则型动词的现在分词变化 之前我们曾经说过 英文动词有四个 第一个是原型动词 过去型动词 过去分词 这三个又分为规则型跟不规则型 所以我们要把它背起来 不规则型 规则型的变化前面没有讲过了 但是现在分词 大家仔细要了解哦 基本上现在分词 也就是英文动词的第四个 它是没有不规则型变化 我们只要掌握下面的一些相关的规定 我们就能够去应用它 就能够了解它 而不会犯错 所以请大家看一下 下面英文现在分词的 改变它的相关的规定 动词的定义分类与运用 现在分词的动词形态变化 中文动词与英文动词的不同 中文动词只有一个 所以我们看不出实态 中文句型表达实态 我无法使用动词 我必须用时间复词 举例而言 我以前喜欢玛丽 我现在喜欢汤姆 我以后喜欢汤姆 在中文的句型里面 我必须用时间复词 表达以前 现在 以后 没有时间复词 中文句型 无法表达实态 但是在英文句型中 我可以用动词表达实态 因此部分的句型 即使没有时间复词 我也可以在英文句型里面 用动词去表达 现在 过去 未来的时间状态 举例而言 我以前喜欢玛丽 英文 我不用写以前 我用like 加上ed 我就知道是过去了 我现在喜欢汤姆 我不需要用现在的时间复词 我直接用原型动词 like I like John 我就知道是现在 我以后喜欢汤姆 在英文里面 我不用用 以后 我就要用 I will like John 我就知道是以后的 所以 不同于中文动词只有一个 英文动词不止一个 英文动词有几个呢 英文动词有四个 英文句型的运用 全部取决于这英文四个动词的变化 我们唯有掌握好这四个英文动词的变化 我们才能够学好英文 那英文动词既然有四个 我们称它为一致四形 这四个的名称是什么呢 它的名称分别是 原型动词 simple verb 过去行动词 simple past verb 过去分词 past participant 简称pp 现在分词 p progressive participant 以上为台湾教科书的翻译 好 那英文动词这四个 单字的变化 如何变化呢 我们分为两大类 第一大类叫做regular verb 就是规则型动词 也就是规则型的变化 它有一定的准则 第二个叫做irregular verb 它是规则型变化 动词我们称为规则型动词 这些动词我们就必须要把它给背起来 那规则型动词变化 只有前三个动词在变化 第四个动词没有规则型变化 因此英文动词的规则型变化 只有三个 就是原型动词 过去型动词 跟过去分词 第四个现在分词的变化 是没有不规则 它等同于规则型动词变化 所以这就是大多数的台湾学生 误以为动词只有三个的原因 那我们来看下面这个表格就很清楚了 不规则型动词变化 大家看一下表格 原型动词 过去型动词 过去分词 跟现在分词 第四个现在分词 等同于规则型动词 它没有不规则型变化 但是前三个 它的不规则型动词变化 分为三四种 第一个ABC型 三个不一样 比如说游泳 S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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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ABA型 E3一样 比如说成为 Become Became Become ABB型 第二个 第三个一样 比如说养育 Bleep B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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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 AAA型 三个一样 比如说伤害 H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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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不规则型动词变化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些不规则型动词变化的表格 它的三态给背起来 我才不会跟规则型动词混淆 那这些不规则型动词变化的单字在我的不规则型动词变化单字会做详细的说明 好 那如果是规则型动词变化呢 要如何变化 那只要把这些表格记起来就好了 请大家看一下这个表格 如果原型动词字为为E我就直接加B 比如说像like我就直接加B 原型动词字为为子音 就是非母音AEIOU加上Y 我这时候我就要去Y加上IED 比如说原型动词是started 因为是句位是Y 所以我就去Y加IED 如果原型动词为母音AEIOU加上Y 这时候我就直接加ED 比如说像毁灭这个单字 DESTROY 因为是母音加上Y 我就直接加上ED 如果原型动词为母音加子音 我就重复字尾加ED 比如说像top 比如说像停止stop 因为是op 母音加子音 我就必须重复字尾加上ED 除了以上的规定 其他的字尾 一律加上ED 比如说像kick 踢 直接加ED 比如说像跳 jump 直接加上ED 这就是过去行动词跟过去分词的规则型变化 那第四个现在分词有哪些规则型变化呢 比如说动词字尾是一 我就去一 我就去一加上ing 比如说像使用 use 我就去一加ing 动词字尾为母音 AEIOU加子音 我就重复字尾加ing 比如说像stop 像开始 begin 我就重复字尾加ing 动词字尾 我直接加上ing 如果不是以上规则的话 我就直接加上ing 好 大家再看一下这个表格 原型动词 过去型动词跟过去分词 有规则型跟不规则型之区分 现在分词则没有规则型跟不规则型的区分 那我们再做详细的说明 现在分词的变化规则 动词字尾为e 去一加ing 使用 use 去一加ing make 做 去一加ing 动词字尾为母音加子音 AEIOU加子音 重复字尾加ing 比如说像run 重复字尾加ing stop 重复字尾加ing swing 重复字尾加ing begin 重复字尾加ing 因为它们都是AEIOU 再加上子音 我就要重复字尾加ing 除了以上的规则 其他的动词一律在字尾直接加ing 比如说像念书study 加ing 睡觉sleep 直接加ing 跑jump 直接加ing 因此大家再看一下这个表格 规则型动词事态的变化规则中复行 原型动词 变为过去行动词跟过去分词 有这四个规定 除了这四个规定以外 其他的字尾就直接加上ED 原型动词如果要变为现在分词 有这三个规定 这是属于规则型动词事态变化 我们要把它统统给记起来 我们就知道 动词的规则型动词是如何去变化的 感动词